哈囉各位親戚大家好 我是爸爸草人 那我昨天呢 想要去這個新的英雄地圖 新的英雄地圖 但是沒辦法過去 那我現在呢已經可以過去啦 那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有解了一個自信的任務 點開任務 然後地區探索 然後在左邊呢 有一個凱斯蘭 最下面有一個裂縫世界 那解這個裂縫世界的任務呢 到了劇情4還是5的時候吧 就出現了 就出現了 那我現在在解6 OK 那我們就把6解一解吧 解完之後再過去新的英雄地圖看一下 好 現在坐上飛船到其他大陸去 那如果說你有花錢買那個飛船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過這個地圖了 這個Loading的話是蠻花時間的 好 哇嗚 柯娜 他說基娜在這裡 現在可沒有時間耽擱了 那個叫什麼 連接裂縫世界的入口 好 我們得趕快過去那邊 好 我們就過去吧 好 又Loading了 確認出現在爐 好 OK 任務完成了 完成了 好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任務還有沒有什麼還沒解的 最下面的 剛剛那個是凱斯安 烈縫世界解完了 所以不一定要到劇情6 你只要到劇情5的時候 把那個英雄地圖都打開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過去吧 剛剛把6解完好像也沒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 OK 世界地圖 有英雄地區 那我要去哪邊比較好呢 我想一下喔 這個是路德林 杜德林應該比較弱吧 那這邊的話呢 我看一下喔 他說增加光屬性造成傷害200% 減少受到傷害35% 那會獲得這個刀刃 1到6 這個不是1到6星 是1到6的位置 團結符文1到6的位置 這個魔力符文碎片 黑暗刻印石 這個是用來幹嘛的 用來製作符文的 那這個是堅韌的皮革 用來製作服裝的 這個是辮子的皮革 一樣用來製作服裝的 我看一下我比較適合去哪邊好了 好 不要亂走 好 我應該比較適合這邊啊 因為我帶風屬性的魔力比較多 那我們就來這邊好了 我們去那個福爾雷斯 福爾雷斯的話會掉的是迅速符文1到6 還有這個守護符文1到6 OK 那我們就GO吧 逛一下 好 第一次來 好 一樣 好 我們到英雄地圖的話 一樣還是要坐飛船 好 因為有跨海嘛 所以要坐飛船 這正常的 我還蠻喜歡看這個過圖的畫面的啦 老實講 如果說不趕時間的話 你看 充滿希望 很像去旅行一樣 好 我們skip掉 skip不掉了 已經到這個loading的畫面了 好吧 算了 阿對 預言之聲戰場已經開放了 我忘記打 我昨天只有打一場而已 體驗完之後就去忙了 好啦 我現在應該來到英雄地圖了吧 英雄地圖據說都是主動怪 但是呢 寶物特別的好 錢也比較多 好像還沒到 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福爾雷斯嗎 對 我現在好像在福爾雷斯 因為怪物不會主動打我 所以這應該是福爾雷斯 要從這邊過去才是英雄地圖 OK 我們就GO吧 去英雄地圖藍金高原 好啦 有點像是天堂一望之島那種感覺 好 這邊的話滿多朋友的 那我們就來這邊吧 看看怪物的強度如何 欸 莫尼提供會說話 他說 哎唷 怪物來打我 怪物來打我 怪物來打我了 真的是主動怪 好 扁他們 不過我現在還笑 現在拿的不對齁 你要拿火屬性的 要拿光屬性的 好 仔細看一下掉了什麼東西 哇 我一隻掛了 我的 我的那一隻 那個什麼 我的暗鳥聲掛了 暗鳥聲掛了 暗鳥聲掛了 屬性不對的話很容易趴喔 那我 我這個風屬性的話活得好好的 所以我帶群風的話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不好打不好打 但屬性對的話就還好 好吧 那我就換一下吧 換一下 換一下 換這個 然後 符文給他換一下 我把暗鳥聲的符文給他 換到這個 露菲娜斯上面 套用 等一下我剛剛看到這個閃紅字 是我會掛的嗎 喔 沒錯 是我會掛的 補個鞋補個鞋 快閃快閃 有點強啊 先閃先閃 電堂復活米拉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打了什麼東西 我先過來這邊好了 這邊應該是安全區 魔靈 編隊 先把它放下來 然後放露菲娜斯 屬性 好 應該是這樣子 哇 為什麼我還沒有放出來 魔靈編隊 這個按掉 露菲娜斯 這個要收集到五格才可以換啦 不過 好像沒辦法收集到五格 那我應該自動先關掉才可以 好 這東西關掉 魔靈 編隊 按到浮文去的 編隊 有了有了有了 露菲娜斯 跑出來了 好了 來打寶了 來打寶了 這裡有兩隻 他們看到我就會想打我 那如果說是指動 哇 他直接跳起來扁我耶 如果是主動怪的話呢 他的頭上會顯示一把刀 這個就是主動怪 好 因為我在其他地點沒有看到過 那我來哪邊比較好呢 選個比較好的地方好了 這邊太擠了 好 這邊好了 這邊 這邊好多隻喔 四隻主動怪 不要給他們看到 他們好像 視力有限 太遠的話他們看不到不會跑過來 那很近的話才會 跑過去打你 沒有沒有追過來 他們不會跑很遠 好吧 那我們來打這個 第一接的最高元素好了 好 扁他 哇 上面動動 被秒了耶 天啊 欸 太扯了吧 被秒了耶 噢 呀 怎麼那麼強 呃 死的應該不會掉趴吧 不會掉趴 就算掉趴也沒關係 因為練得還蠻快的 好吧 不知道發生什麼情況就趴了 不過趴的話也沒有什麼懲罰耶 所以好像一直趴也沒關係 剛剛那個低階最高元素那個ID騙人啊 哇 他根本不是低階 他是高階的啊 順便把我秒殺 我看一下喔 哇 我的小仙子的鞋 快蠻多 哇 我那個 我的瘋貓也是啊 瘋貓的話一次被打 有些時候還上千了 那到底會掉什麼啊 我真的還不知道耶 沒有看到什麼東西過 沒有顯示 有有有 魔力符文碎片 十九個我看到了 魔力符文碎片 好 這個掉了什麼呢 好 這個掉了什麼呢 好吧 欸 我左邊有任務耶 雙風吹浮之地 這個好像 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任務是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任務 我看一下好的任務 地區探索 弗洛雷斯 不對啊 英雄地下層的在哪邊 搞不懂耶 為什麼會有這個任務啊 不知道從哪邊來的 因為我也沒有接 他就自己出現了 好吧 那我們就把這個打一打好了 打一打 把344打完看有什麼好東西 這邊的怪物的強度是有的 那我點開這個大地圖看一下好了 區域BOSS 沒有區域BOSS 怪物 怪物的話有這些 有殘暴的高遠功夫貓 殘暴的古勒 殘暴的殿堂功夫貓這些 然後 有沒有比較強的精英怪 也看不出什麼精英怪 特產品的話 就是這些道具還有 還有符紋 好吧 打30隻 快30隻了 差一隻 那殿堂的復活米拉 感覺還好 至少還沒有死在他的那個 毛布底下 繃帶底下 對不起 繃帶底下 打完了 可是怎麼又重來了 怎麼變 怎麼靈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又變了 這個又沒有了 到底要看哪邊 看圖鑑嗎 圖鑑的話還可以切換地方 這個是英雄地圖 那我剛剛打了在哪裡 我剛剛打了 在這裡 這個我有打拍一隻 獲得一萬個金幣 這個也是一萬個 一萬個 多一萬個 那這個一百隻的話 是 魔力符文碎片 五百個 三百隻的話 是神秘器器五十個 一千隻的話 是紅水晶一百個 然後兩千五百隻的話 是科硬史之原 等一下我又快掛了 顯示紅字了 喔 沒掛沒掛 好吧 我到其他地方 逛一逛走一走 出來炸刀 我先逛個街 嗚嗚嗚嗚嗚嗚 這個DJ這個我會怕 逛逛 然後 我往 這邊走 怎麼走錯了 點開這個好了 我看一下來到哪邊比較好 這邊好了 前往高原之 哇哇 快掛了 不客氣不客氣 去高高原之岩 那邊看看 其實你只要 哇 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突然就掛了 我真的搞不懂耶 左手邊 左手邊有一隻那個 殿堂 低階最高元素 哇 這隻很強 這隻一直幫我秒殺 好吧 我先 玩到這邊好了 我先去巴姆特爬一下 一些相關資訊好了 因為我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在玩什麼 到這邊到底要幹嘛 木槿子知道說 這邊的怪物很強 然後電腸最高元素 可以把我打趴 但其他的資訊 我都不是很清楚 因為對他滿工作 去做個研究好了 不對 晚上 晚上十點要打工會團戰 好吧 那可能就 工會團戰完之後 有空再來這邊探索一下好了 掰掰 各位朋友 玩得愉快